我的家乡很有名 哈尔滨 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温馨的军人家庭 小的时候就会搞怪 穿了爸爸的军装 把腰带还扎上 你们俩站好了 小时候那个名字叫刘宇 是我爸起的 在高中的时候 他改了自己的名字 我俩叫刘欣 我妈说刘欣 刘欣也挺好的 我说为什么 我妈说你缺心眼 你应该留个心眼 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是想去北京嘛 就是这七年当中 一共回哈尔滨 就回了俩次 功未成名为旧 我觉得回去脸上无光 具体到刚才你的那首歌 我认为是你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唱得最轻松最简单的一首歌曲 笛音过重 所以我更期待 你的精彩的原创的歌声 带给我们更大的震撼 刘欣我觉得 她的声音里边有一种 让我们忘记现实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我还是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刘欣在我心中之间 多面熟 多面玩 她的确能驾驭非常多东西 千万不要学一下自己能力 会成自己的招 我第一家在东北 恭喜刘欣进军 恭喜刘欣进军 全国五强 本场比赛的最后 刘欣被好姐妹李斯坦妮保送晋级 加之李斯坦妮的离开 让她心情低落 但这并没有影响下场比赛 总决赛五进四 刘欣整装出发 本场比赛 刘欣带来自己的原创歌曲 如果有一天 得到了评委老师的肯定 原创有风险 出手 须谨慎 在这个时候敢于亮出自己的原创 就凭这一点 我相信它不会是一颗流星 今天晚上我觉得刘欣更打动我 所以我选择刘欣 刘欣 我这个腾讯微博满屏幕 就两个字刘欣 刘欣 刘欣 你咋那么有才呢 有实力不怕了 咱俩永远是百变太后 各位亲爱的朋友 刘欣冲进四城 顺利晋级四强后 刘欣回到了家乡 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见面会 我有点紧张 哈尔滨 我回来了 我看到你们坐在这 我觉得我熬了这七年 特别值得 而全国总决赛四进三的比赛上 著名歌手胡彦斌亲力助阵 与流星合作史上最红的红颜 谁说我们快乐女生没有女人味 那这一次的这一首红颜 就让我感觉到他暗香袭人的霸气 而本场流星的另一首歌曲 唱跳结合十分给力 掀起本场比赛高潮 最后大众评宝们以114票将流星送入全国三强 成为2011和女生全国前三角 但是就是当时还确实挺意外 就没想到就第三轮直接就惊讶 觉得自己有多少可能达到这个墙的那个困难 百分之三三嘛 太保守了吧 我一直都是一个保守的人啊 打算继续努力 好好写歌 继续走我的百变路线 我已经带着我的梦想冲进了三强 那么夺冠之夜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大家拭目以待